密教的雙印法 最能夠讓儀家式的男女氣入中外 因為你懂得那氣 男的懂得提氣 你那氣跟提氣不懂 那你就是世俗男女嘛 你不過是早行人間短暫的快樂嘛 你真正的儀家式的男女 男的真正的上司要告訴你的如何那氣 那男的本身有修行他要教他 你如何去那氣 你那氣氣就能夠進入中脈 你的中脈就能夠通 而且能夠令灼火容易燃起來 灼火大家修了 修了半天灼火始終生不起來 灼火就是意念的佛 生不起來怎麼辦 其實雙印最容易令灼火容易生起來 奇怪了 灼火怎麼會生起來呢 你不曉得嗎 佛要生起來是需要靠摩擦 就是木頭跟木頭這樣子鑽木齊佛 鑽木齊佛 一到了佛點 哼 他就起來了 那儀家式的男女為什麼會生起著佛呢 因為她有熱度 有熱 那一種熱在裡面發生出來 那你的前身也會熱 你的前身也會熱 你的前身都會熱的 這男的本身來講 他你的前身會熱起來 為什麼會熱起來呢 因為也是鑽木齊佛啊 鑽木齊佛啊 那個左火就點起來了 這個佛點起來 這個只有儀家式才會 儀家式才能夠鑽木齊佛 一般的人生起來的 是什麼佛 是欲望之佛 其實在那時候啊 地水火轟都有了 地它就是堅硬了 堅固了 水它會有液體跑出來的 就是河門會跑出來的 佛呢 就是溫度 會升溫的 那個時候最容易生起著佛 因為在動作之中產生的風 地水火轟通通都到了 那時候佛很容易燃起 為什麼容易燃起 因為那時候佛就全身 不管怎麼樣了 你的身體也很熱很燙 男的身體也是很熱很燙 雖然這個是屬於異佛 但是你把它轉成清涼佛 就是左佛 就是意念上的佛 你必須要用意念上 讓你的左佛生起來 這是這個沙迦正空講的 要生著佛 這個也是最容易的 你一個人擔憂的時候 一個人擔憂的時候 要觀想這個佛母在你面前 那麼你意念生起來 這個漢日明點才會下降 是這個時候啊 所有你身體的河門都在轉動 它自然會流出一種液體出來 但是不是明點 不是明點 你的流出來的也不是明點 男的流出來的也不是明點 那是另外一種的河門 另外一種河門 然後 因為你修了無肉法 可以再把這些河門再收回去 另外你這個漢日 菩提心願意 因為 你有了雙印的時候啊 你自然意念在專一在雙印上 你的漢日的菩提心願意 你很容易就留下來 然後你必須要練降提時善 把它降下來又提起來 持住又把它分散到前身的 所有的邁輪去 所以能夠令明點下降 和明點下降 這個當然啊 都是有這個 都是有它的益處 就颯枷正空上車講到第三點益處 1 2 3 3 4 1 3 6 7 10